独特的时间铺陈,剥离历史与当下现实,进入自由的精神世界 在各种艺术语言中,抽象思考是最为艰难的 抽象艺术的创作,除了要有严谨的内在逻辑之外 更需要对于理性的着迷与清醒的自我剖析 并不是任意地将颜料涂擦,就能建构出精神上的维度 李振勋让创作成为邀请,他以独特时间的铺陈 邀请观众进入寻常时空异化后的场域,迈入自由的精神世界 在尼采的哲学观念里,将赋予人的个性视为一种风格 作为崇高的艺术,即使连弱点都能令人着迷 从2006年创作的系列作品开始 李振勋为观众带来一种抽象化的视觉经验 或许可以说,他的视觉经验与绘画技巧 创造了一种视觉的可能性 抽象绘画除了概念性的表达之外 李振勋让画面产生幻觉效果 制造新色彩模组的可能 在精神层面上,让观众的生理视觉重新组合 产生无意识的观看状态 这是当代抽象绘画的自主性与可能性 而这一次神圣的仪式各展中 李振勋展出近期关于创作的各种面向 及跨越美财的脉络思考 十方新闻记者赖云荣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